四哥 我有句话 已经闷在肚里好长时间了 十三爷 有什么话尽管说 这儿没外人 四哥 你为什么就不能争作太子呢 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 我从小就没了娘 在几个阿哥里面 就是你和太子对我好 可是 可是我今天说的 并不是为了这个事 我为的是大清的江山 为的是咱大清的百姓 其实 我早就琢磨过这个事 四哥 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去办差吗 那时候我就发现 你是一门心思的 为朝廷办事 为百姓办事 哪一次人家不愿意干的差事 不是你抢着去干 现在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暗底里琢磨 黄阿玛 为什么不能把大魏传给你呢 我原来想不明白 这中间爱着太子 因为他的名分早已经定了 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 就在这次他被废之前 我还是抱着这种心思 我会拼了死命去抱他 权了君臣和兄弟之间这份情谊 所以 我也就这么一下子豁出去了 我的心里也就一下子放松了 我该做的全做了 我不再欠太子什么了 可是这几个月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 像这样的太子 他值得我保吗 作为将来咱大清的皇上 像他这样的皇上 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吗 四哥 你不猜 勇哲 你为什么不能站出来 和八哥去争一争呢 十三弟啊 你对我期望过深了 要知道 人家管老八叫八贤王 而管我呢 都叫冷面王啊 我只不过是 尽力替朝廷办差就是了 什么八贤王 我就是瞧不过 他那假仁假义的样 他要是闲 他为什么苦活难活 他都不去做 基本心思用在收买人心上了 四爷 听见了吗 十三爷 真乃无双国事啊 热血中肠 响正正的一个汉子 四爷成大事 得此地一住 真乃天意 天意如此 天意如此 推举新太子 既是皇上的家事 也是我大清的国事 皇上在十一月一日的上语中 已经说了 义为公义 绝无偏思 诸位 只要以我大清的江山设计为重 为国举贤旧事 不必有更多的疑虑 中堂的话 是智力之言 我们一定要将中堂说的这个意思 转告那些上书推举八爷的人 让他们好放心 还有一些人 原来也主张推举八爷 建章都一写好了 却顾虑着没有呈上来 请问中堂 对这些人应该怎么说呀 不能勉强 倘若这些人 是真心举荐谁 又不愿意单独上折子 联名上个公辙也是可以的 中堂到底是老成谋国呀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 有个老爷子 生了一大群的儿子 慢慢的 老爷子老了 这么大的一个家当 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 可钥匙只有一把 儿子却有一大群 儿子们争的你死我活 不可开交 这时只有一个儿子 他很精明啊 从不去争这把钥匙 只是默默的帮着老爷子干事 有一天 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 就把那把钥匙 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 这就叫 争是不争 不争是争 福为不争 天下莫能 与之争啊 儿子 儿子 李部的 这京不认识 这是兵部的 年甘处的李三公子 乖乖 万众一心哪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无法可治 李德全 龙三大 你去上书房 告诉佟国伟 叫他今儿晚上 和朕一块用碗膳 喳 收了吧 招魂似的 收了收了 喳 吴某冒昧 私底下替四爷和十三爷 写了一份奏折 你们看看 如果能用 就行马上各腾写一份 单独呈给皇上 我看这都会忘了 髒一下 我的象徵 我看得很少 我看得很短 有一份奏折 我看得很重 你这么多 我看得很厉害 我不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端把椅子来 让佟大人坐着吃吧 这 去吧 快去 老奴岂敢与皇上对坐 咱们今天不讲君臣之礼 只须亲戚之意 坐 坐 奴才 谢皇上 怎么样 这一项身子骨还好 老皇上惦记 奴才这一阵子实感腰酸 晚上睡觉也觉得睡不稳 朕一样 左边啊 这有颗牙已经松了 睡觉呢 睡俩时辰也就醒了 看起来啊 咱们都得节节劳了 凡事啊 不能不操心 但也不能太操心啊 有些事呢 可以让小辈们去干了 咱们也能歇息 啊 放手让他们去干 前人填地后人收 是不是 皇上龙今虎骨 圣体旺强 怎么能说一个老字呢 奴才还想沾着皇上的渔服 伺候皇上一万年呢 这就连饶顺到现在 也不过几千年 人哪有活一万年的 真活那么长啊 挡住了后人的上进之路 人家也不答应 俗话说得好 这个 这个 得撒手时要撒手 该饶人畜且饶人 你和朕都得为后人多想想啊 啊 你说 你们同家那些后生里面 有谁可以出来当差啊 皇上 如此惦记我们同家 我同事的孝康张皇后 孝仪仁皇后 在天之灵 也会质感